海軍督幕艦隊群聚感染中共肺炎 確診冰關幾乎走遍全台 針對疫情擴大 20日新北市率先進行封城兵推演練 隨後台北市高雄市宣布跟進 台中市預計在25日 進行擴大緩制封城兵推演練 台灣是完全沒有大規模社區感染的現象 所以封城頂多就是一個 紙上的一個兵推就可以了 只有在非常失控的社區感染 非常大規模 已經類似歐洲美國那樣的話 我們才要考慮是限制所有人的一個行動自由 而那種情形我們預見是 在短期之內是不可能發生的 中華民國準副總統賴清德 22日臉書上表示看法 各縣市大小醫療院所 已是成熟的防疫醫療網絡 分別負擔426例確診人次 仍在可控制範圍內 台灣離封城尚有很遠的距離 另外高雄市長韓國瑜提出 要高雄第一線醫護人員 接受中共肺炎病毒檢測 不過專家認為沒有必要 所有的醫護人員都做檢驗的話 我認為是不必要的 因為你就一個時間點 對所有的醫護人員做檢驗 即使他們全部都是陰性 但是你沒有辦法保證說 隔一天隔兩天以後有人又感染了 事實上這個做法是沒有辦法持續下去 你如果沒有辦法持續下去的時候 這個做法就是沒有什麼效果 專家表示 理想的做法就是現在指揮中心在做的 醫護人員只要有症狀就放寬條件檢驗 除非單一地方或醫療單位 發生可能疑似群聚感染現象 才必須要全部篩檢 新唐雅的電視時間的一里津津 台灣台北報導